欢迎仪式后 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这是我第三次访问秘鲁 也是一年时间里第三次同总统女士会晤 许多秘鲁民众自发聚集道路两旁 挥手致意表示欢迎 让我深切感受到秘鲁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 中碧同为文明古国 古老文明的深厚积淀 赋予中碧两国智慧和胸怀 让我们能够看清历史前进方向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始终坚持平等相待 互尊互信 互学互建 成为不同体量 不同制度 不同文化国家 团结合作的典范 建交53年来 特别是我2016年 对秘鲁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以来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碧贸易投资合作快速增长 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双方要总结经验 推动两国务实合作提制升级 使中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 双方要对接发展战略 深挖合作潜力 打造务实合作新格局 加强贸易和投资 双轮驱动 推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两翼齐飞 促进产业链和供应链两链融通 中方愿继续扩大进口秘鲁特色优质农产品 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秘鲁投资兴业 为当地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双方要统筹推进矿产能源 基础设施 交通通信等传统领域合作 拓展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 绿色航运 电动汽车 光伏产业等新兴领域合作 中方愿鼓励中国企业参与秘鲁基础设施建设 应联通 推动智慧海关软联通 中国企业克服困难 如期完成前凯港项目 一期工程 充分表明中方同壁方 开展长期战略合作的决心 中方愿同壁方一道 充分发挥前凯港区位优势 打造以前凯港为起点的中拉陆海新通道 探索构建从沿海到内陆 从壁鲁到拉美其他国家的 立体 多元 高效互联互通格局 带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整体发展和一体化建设 中方支持苏州市同前凯市建立有成关系 愿同壁方开展工业园区建设经验交流 拓展跨境服务贸易 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 发挥集群效应和联动效应 用更多务实成果 坚定中壁长期友好互利合作的信心 中方也愿结合壁方发展需求 就近设立鲁班工坊 中文工坊 开展职业教育合作 为壁方提供本土化人才和智力技术支撑 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增进战略互信 坚定相互支持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加强反腐败 打击非法捕捞等领域合作 要担起文明互建时代责任 倡导加强国际文明对话 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 加强文化政策对接 深化文化艺术 教育 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交流合作 中方愿增加面向秘鲁的奖学金名额 希望两国青少年相知相亲 将中碧友好世代传承下去 习近平指出 亚太国家经济深度交融 加强团结合作 维护地区稳定繁荣 符合亚太大家庭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中碧都主张多变主义 反对保护主义 中方全力支持秘鲁东道主工作 愿同各方共同努力 推动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取得成功 推进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中方也愿同碧方继续加强在中拉论坛框架下沟通协作 为促进中拉关系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伯鲁阿尔特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表示 秘鲁和中国是两大文明古国 历史上大量华人为秘鲁国家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两国人民拥有深厚情谊 是友好的兄弟和朋友 中国长期是秘鲁最重要贸易伙伴 特别是双方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以来 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充分展现了两国对于追求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坚定承诺 习近平主席访问期间 双方签署包括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等多项重要合作协议 将有力促进双方经贸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前凯港开港 实现从前凯到上海 成为拉美和亚洲之间的重要桥梁和秘鲁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将有力促进秘鲁和拉美地区其他国家 以及同中国乃至亚洲之间更加高效便捷的联通和贸易 助力两国和地区国家可持续发展 秘方欢迎中国企业来秘鲁投资兴业 参与基础设施 资源能源 交通等重要领域合作项目 我愿重申 秘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秘方愿同中方加强文明交流互建和人文交流合作 密切青年和人员往来 感谢中方为秘鲁主办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提供重要宝贵支持 秘方坚持多边主义 期待同中方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内沟通配合 为推动亚太地区实现长期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贡献 习近平主席此访必将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 开启币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篇章 使两国人民共建共享更加持久和繁荣的未来 推动构建币中命运共同体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秘鲁共和国政府 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 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 并建政交换经贸 产业投资 工业园区 教育 绿色发展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秘鲁共和国 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